那您進到我們簡報的第19月之後 一樣網址就在這邊 點進去 那你會發現跟我們模擬器很像 因為基本上都差不多啦 只是插在它右上角這裡 就沒有那個網址對不對 好就沒有就很單純的 而且它這個功能是比較完整 那麼在左手邊這邊呢 有一個ALL跟S 這就是ALL的部分呢 就是所有開發板 可以用的功能都會列出來 那麼S的部分就特別針對Smart 特別針對Smart 不過現在其實還好 大部分的還是用貨物比較多 你就不用特別去區分 不能在模擬那邊直接改版嗎 模擬那邊直接改版 就是你是模擬的嗎 改成WiFi的領線 有啊有啊 我剛剛這邊就是改這裡啊 模擬器你看我這個模擬器 我有沒有改成Smart 可是模擬器只有 你看我改成Smart或者是Smart之後 這裡面就沒有模擬器的選項 可是我如果是馬克一號或Fly 是不是就有模擬器的選項 因為這一塊板子是用馬克一號 就是那個Fly的嘛 這樣你了解喔 所以其實透過WiFi 我就可以直接連過去了 那基本上都相同 好都相同 所以我們現在呢 就直接來這邊看一下 因為之前老師有稍微玩過那個LED燈 小夜燈嘛 之前羅老師上課的時候 有用過對不對 那我就這個我就略過 我們往下走 我們直接看後面的光明的就不用 我們來玩跑馬燈可以嗎 LED點矩陣這個 這個 所以呢 要麻煩大家 你先把 對齁 糟糕 老師的元件沒有 只有我的有 那 那就麻煩老師 把你的那個 那個 LED點矩陣 這一顆 先拿出來 好 那你的Smart 也可以在旁邊 準備一下 那 因為呢 我們這個 點矩陣的話呢 您看一下 它在這裡 有兩個頭 一個 是這邊的 有沒有 一個是上面這一種的 我們要接的是在下面 上面有這個板子的 有這個 電路板的 在下面的 您如果仔細看上面 是不是還有那個 角位的名稱 對不對 好 那個角位的名稱 那等一下呢 我們會用到的線 用到的線 是公跟母的 公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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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標準的 老師拿出來 我們那個盒子裡面 應該是有 兩排 兩排 各十條 公公跟公母 就是 一個是凸的 一個是凹的 那就麻煩老師 您可以把它接起來 先接起來 那一般我 我比較習慣的是 我會照那個 排線的順序 所以我要寫一篇 部落格文章 到底排線 這個 有沒有 杜邦線到底要不要拆開 還是要像這樣連在一起 比較好用 所以 我在這邊 我就照這個順序 把它接起來 一般我在接 硬體裝置 我是都照順序接的 像這樣子 你可以 一次兩條 或一次三條 那如果你覺得 我這樣不好擦 也沒關係 我就一次一條 也是ok 有沒有 像這樣一次一條 慢慢把它擦進去 齁 那我現在擦好之後呢 ok了 那我們開發板的部分 我的Smart 您打開來看一下 Smart 左右兩邊 有沒有 左右兩邊它都有那個 貼紙的腳位 左右兩邊齁 只是Smart 只有一個GND 那個接地而已 所以如果 你要接比較多裝置 我們的那個什麼 麵包板就要出動 就必須要出動 那我們現在呢 就照著 這上面的 GND當然就接GND 那它的VCC的部分 您要稍微留意一下 我們接VCC 如果您接3.3伏特的話 可能 就是 我們這個64顆嘛 如果接3.3 可能電壓不太夠 也許 您如果全部要亮的時候 可能會 有一部分沒有亮起來 因為電壓不足 所以 VCC的部分 您就稍微這樣對好 有沒有 這上面 從上面下來 VCC GND 所以 我就找這個顏色 找這個顏色 找這個顏色 我把它對好 我的VCC是棕色的 所以我就對到這邊來 VCC 這裡 VCC GND 就是接地的部分 這個VCC 然後我第二個 紅色的是 GND 所以我翻過來 GND 所以我比較喜歡 是因為 用這樣排線 有連著的時候 我要找那個順序 比較容易 尤其剛開始學的時候 當然 其實熟了就沒有差 好 那再來 我接到16 14跟5 DIN 接到16 所以我先檢查一下 我的DIN 我的DIN 現在是橘色的 所以這裡我接到16 這邊 我接到16 然後呢 黃色的是我的CS 我接到14 其實腳位不一定要一樣 腳位不一定要跟我一樣 只要您確定好 那個腳位是OK的 那最後 綠色的就是CLK Clark的部分 我就接到05 05 在另外一面 在這邊 好的 所以我現在硬體 這樣就接完成了 您可以看我們簡報上面的 簡報上面的那個腳位 應該會比較清楚 因為食物投影機上看 比較不清楚 在第48頁 第48頁上面有